以下你的机酒的成本 45678线的人可以去省会省事学 因为拿货的渠道大概率是一样的 这个是如果你想要开店的话 你可以这么去做 那如果我只是为了去交朋友 学花艺 你爱去哪学去哪 谢谢大家 但是带孩子来住这个房间 一定要注意不要爬太高 对面也是一样的 对 但是二楼的时候 还有一个部外楼高 是这样子 我可能等一会就会住那个房间 原家村有这么多吃的 你都去吃过没 那你来这里住 你是在这吃吗 哇 里面的啊 真是结冰饭了 我觉得在这搞花艺活动也会很美 看这个桌子和椅子 哇 这里好凉快 对 因为这块 刚刚也给我介绍过了 是中央空调 因为我觉得他们房间很大 我怕空调带不动 吃的特别多 还有火锅 不过这个厨房挺漂亮的 就没开灯 这是室内的厨房 跟样板间一样漂亮 先做的啊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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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房间里有一只小蝴蝶 这间房叫迷迭 迷迭香的迷迭 其实就是 都用墨上花开嘛 所以都是用花的名字命名的 我们从门口走着来感受一下 这块是 对 这是西树的一个区域 登登登 美的 布行 太漂亮了 蝴蝶依旧还在 然后 订这间房也是做了功课的 为什么要订呢 因为它有一个户外的浴缸 兴奋 休息了一会儿 晚餐还是要去原家村吃 因为这块的小吃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啊 我虽然说爱一地人 但我已经在西安待了十几年了 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我觉得很棒 是可以拼的 它不是说是因为是景点就不好吃 味道是非常棒的 我呢真的非常想给大家 录一期全是吃喝的 但是我的肠胃 嗯 容量有限 所以就带大家转一转 看一看好了 真的哦 每一家都是很好吃的 然后有一些特产也特别值得带回去 因为晚上还要回民宿烤肉 我非常的期待 所以我就吃了石层包子 和我心心念念的豆腐 我就是特别爱吃豆制品的那种人 然后这家豆腐真的觉得非常的棒 另外原家村的吃喝还是比较便宜的 没有胡乱开架的情况 都是明码标价 一切都十分美好 只是今天是个阴天 天上没有星星 如果天上有星星的话 真的就太美了 最让人期待的时候到了 就是晚上黑黑的泡澡 我觉得这块的设计的这个灯光 还是挺温馨的 然后他们会有 看不清 就是会有预言和洗浴用品 并且用的都是品质特别好的那种 这是在顶楼哦 现在正在加水 比较理智 我没有那么就是狂热上头 还有恋爱脑 因为我这个人就真的不是那种人 然后问事业的其实都是会面临一些变故 那其实来提问的人他肯定是有问题 没有问题他不会找我 很多很多人 就是我真是没有想到 就是只要我一po出来 说最近可以预约塔罗占卜 就至少一瞬间有十个人说 云团老师 有没有时间 你帮我占卜一下吧 就很多很多 然后从这个就是 这个过程中啊 我发现 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于 目前疫情的一个影响 对事业的一个自我思考 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很多人他不再愿意去创业 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你们还在创业吗 创业会受到很多的一个 就是冲击了在疫情之后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开店关店开店关店 小酒馆关了吧 对吧 我2019年开了 我2019年年底疫情 对吧 然后包括去年 先来雷波大的一个半月 不能出门 然后刚好我的房租到期 所以我的咖啡馆我也就关了 我觉得实在是 有点太消耗我了 然后本身投资都不是太大的事啊 所以我关的可能比较顺 不像有些人 他就一直在内耗 一直在无法止损的状态 我是一个很容易止损的人 所以我刚刚在一开始我也说到了 我就不是那种恋爱脑上头的人 因为我很容易就会去止损 然后 我的关于这个是否创业呢 还有就是 很多人本身他来问我就是想开花店的嘛 就是想放弃本职工作 我要去创业的这部分的人 我都很严格很直接的跟他们说了 你们好好再考虑一下 如果你有 那么这个视频里我再说一下 如果你有本职工作啊 你就 如果还是比较稳定的那种 那你就先好好干一干 好吗 不要太 在现在的这个阶段啊 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都经历一个巨变 因为你很有可能 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接受这个巨变 工作拼的可能是你的专业能力 也许你干了这个事情 你干了五到十年 你是积累的专业能力的 积累了一些认知 对吧 可是你进入创业这个领域 你拼的就是你的人脉 资源 整体的协调能力 和很多综合的能力了 不是说是你的 你本来做会计 对不对 你开始创业了 对不对 你的资源怎么样 对吧 你的客户群体有多少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都限制着你 不是说我这么容易的 我拿钱 我去叠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啊 那么很多人也会在日常跟我的沟通中 我实在是听到太多了 就是运动老师你太自由了 我好羡慕你啊 你可以去咖啡馆打个卡呀 你一天就对不对 你这样一下 那样一下 你好舒服呀 在这里呢 我要把我这个生活状态啊 真的想给大家剖析一下 我呢 就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热血的一个人 就是我真的不太喜欢去 就是思考别人的生活状态 就是如果我看见一个人 他状态很好 他每天都在喝咖啡呀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我一定会想两个点 就是要不他就富二代 对吧 他根本就不会金钱所计较 计较金钱嘛 对吧 要不就是你他背后的事情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你的认知都没到那一步 你都想象不到他在经历些什么事情 我只能说我是属于后者 因为工作上的抱怨 当然时常也是会有 可是我更强大的能力 是自我消化能力 你说你在国企 天天遇见那些 很复杂的人际交往的一些事情 难道你做个体经营 让到你去做微商 你不会经历吗 对吧 你直接对C 对吧 你出C 你的那些顾客 你的终端顾客 一腿 可能你大学出来以后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就业环境 但是现在开始准备吧 也不晚 好好地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 第二个点就是 既然你想做自由职业者 你想灵活就业 你想斜杠是吧 那么你就要注重全方位技能的培养 我现在说的 斜杠它斜的不是50%和50% 它斜杠斜的是80% 80% 你在你所有想做的事情上面 你的技能一定要点到80%以上 我觉得才是一个基础要求 写作的能力 花艺的能力 策划的能力 点点点点 都不是野生技能 对于我来讲 我在上面都是花了钱 要不就花了时间的 有打磨 有练习 时间成本跌得也非常高的 现在的客户不傻 你想选择什么当副业 或者是你现在说 我新开始干一个什么事情 它三两句就能看出来 你是不是专业的 你有没有干过 你的案例是不是找别人来 在这里充当自己的案例 以及你上游的供货房 你下游的承包的人 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韭菜呢 肯定是搁不了多久了 每一个人的认知都在提升的 不仅仅只有你在提升 所有人都在提升 所以说技能 你掌握的东西的能力 一定要至少稍高于其他人吧 不然在这么大的一个 鱼龙混合到市场里面 为什么客户要选择你 反正我是什么咖啡 清酒 烘焙 什么我都学过 我从小到大 就是感兴趣的东西 我就会去学 我基本上不太假考虑的 没有时间我就挤时间 没有钱 我就问我妈要钱 反正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可以非常自信的告诉你 同一波客户 在不同的合作方向上面 他们都会用到我 所以我觉得这是 每一个斜杠青年 每一个自由职业者的最终目标 第三个点 好好锻炼你的文案能力 学会包装自己 我现在不是说 一定要让你给自己 立一个明确的人设 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 立这个人设也没什么用 人设要辅助于 要干的事 但是 好的表达能力 协作能力 沟通能力 它是非常重要的 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你思想的维度 就是你语言的维度 如果你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写也写不出来 那么你的这个人的维度 其实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 我能够脱稿把这些话 全部说出来 说明我的脑子里面 已经提前全部想到了 这方面要怎么样去锻炼 那么以后有时间 回录视频给大家说 但是记住 现在这个年代 文案是最重要的能力 每一个人都要掌握 尤其是想做自媒体的朋友 第四个点 就是永远记住 你是个服务员 你要做好服务 不代表你要放弃 你专业的身份 但是你的态度 要尽量的谦卑 好好的的去服务顾客 积累顾客 让他们尽量不要流失 我把我的客户 还是当朋友的 无论他们想不想跟我做朋友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 挺想跟我做朋友的 因为我是一个 特别好说话的人 我会尽量的 把两者之间的距离 拉到最小 去为大家排忧解难 但是呢 一旦涉及到雇佣身份 或者是我需要去服务于他们的时候 一定是 这个时候态度会更低一些 尽量的 就是尊重他们的意愿 第五 如果你完全没有头绪 你现在上升班 想找一个副业的朋友 我不推荐你们辞职 这是我B冠的立场 但是 我希望你们能从爱好出发 又但是 能把爱好当职业的人 他真的是非常牛逼的人 爱好和专业 这是两回事 中间的鸿沟 有很大的 你不要太自行了 今天你能插一个花出来 你就觉得牛逼 我现在就是花一世了 我们也结活了 这中间真的是有很大 可以提升的空间的 但是 从爱好去出发 去找你的方向 和服务 至少你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你喜欢嘛 对不对 你就不那么计较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最后一点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多跟 做的好的自由职业的朋友 去交朋友 因为自由职业者 旁边还是自由职业者 所以说他们可能是一个圈子的 或者怎么样也好 跟像我这样的人交朋友 会给到你一些比较真诚的建议 好 我的建议都给完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并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你们也可以辩证的去看 我说的很多的话 但是我相信我说的话里面 也会有至少那么一两点 帮助到大家吧 这也是我做自媒体的意义 去分享一些 我认为自己总结下来 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你去干一份工作 也许它非常的拉跨 但是 只要你把闪光的地方 吸收到你的三观里头 或者是知识体系里头 那么最终 你会像滚雪人一样 滚成一个非常有 自我独立意识的一个人 看书也是一样的 就是吸取你有用的观点就行了 但是一定要把它融进 你的大脑里面 你才能够从中受益 我每天可能也都会去 看很多B站的视频 或者是各个平台的视频 有的人说的很好 有的人说的很偏颇 但是说的偏颇的人 他一定也有有价值的地方 我不会说 哎呀那个视频不是我的菜 他就怎么怎么样了 我从来都不会这样子 如果能刷到这个视频 代表你很有机会 和我成为朋友 我也是很欢迎 大家跟我互动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有问题的朋友 是可以给我留言的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到处玩吗 你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做店 哎 就是 还是有一点冲动的 开了一家新店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 咖啡馆的氛围 而且真的做得住 尤其冬天来暖气以后 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住的 所以 先走着看呗 酸菜米线的口味还是挺酸的 非常适合喜欢酸菜的朋友们 我觉得挺好吃的 非常开胃 但是融融入加盟 我等会儿还是带回店里去吧 因为 我感觉这一个米线我就能吃饱 我一咬一加一 我可能会有点撑 因为我下午的时候 在店里还试吃了我们新的甜品 所以回去店里吃好了 而且这里太暗了 我都是开着手电筒 就手机的手电筒 现在是 你要带个手机 你要拍着吃着说着 老板都觉得你 啊 把我吃了 撑了 因为这种弟子往下一压 把胃一压 感觉就吃的可撑 就是老板就感觉你是来探店 不管你是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路边探 从来没人来过还是怎么样 就会特别好 服务就特别好 我觉得可能 说不上来吧 因为来我们店里面 也会有很多女孩拍照 发小红书什么的 我们 我之前说过都是仪式同仁 也不会说是服务的特别好 然后特别殷勤 但是现在探店文化嘛 对吧 很流行 不然像我们这种开在 一些院子里啊 厂房里的一些小店 其实也还蛮难被人得知的 回到了明亮的店里面 这家龙龙乳酱膜 虽然是一般现在是6块 虽然是7块钱 但是肉真的比外面都要多 看见没 专门给大家特写一下 好 小偷 小偷 你吃掉最大的那一块 现在都是我的 就这家肉真的 我来的所有的顾客 都说这家龙龙夹馍好吃 你们要是来我店里玩的话 我就请大家吃龙龙夹馍 好了 好吧 就让饼干怪 cookie给大家说 拜拜 这里一定要三连关注哦 我最近掉粉掉的很厉害 我很心痛哦 哈喽大家好 这是云吞 好久没有给大家录做手工的视频了吧 有一个月了吧 然后 看面前这四个是什么 是可爱的小盲盒 那我不是一个盲盒中毒的人啊 当然我也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上头 这个就是Molly的新娘系列了 反正一看就知道 是顾客结婚要用到的 可爱的小玩意 那其实我会用它做成手腕花 小红书上也有这个盲盒手腕花 然后非常多人点赞 然后我的顾客就找到了我 让我帮他定制 那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啊 真的是四个不一样的 哇 好可爱呀 对不对 是不是很可爱 那我相信大家肯定想问我 这立体的东西怎么戴在手上 而且它有重量呀 这个怎么弄呢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手腕的宽度啊 其实是可以的啊 对吧 但是它肯定需要一个成脱大的东西 以及需要花在旁边围绕着 那么它已经有这么大的体积了 如果再用鲜花 玫瑰啊 橘根啊 橘菌啊 其实都不太合适 而且这一次呢 顾客有把它带去外地 所以我们跟小红书上 一样是用永生花 好的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看 我会用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 这个 就是有一点 老土 但是如果是 嗯 花艺是应该都见过吧 这是一个手腕花的 哇 为什么这么玛丽苏 嗯 感觉特别的玛丽苏 对吧 就这个蕾丝的底托 因为很多手腕花大教 是用铁丝窩的 然后用丝带绑的 那那种呢 丝带 它是软的嘛 然后这个又比较重 就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成比例 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用到它 看见没 哇 为什么会这么可爱 对吧 你当然也需要 你看它的后面都是立体的 你当然也 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的 可能就会用到胶枪 关键是这个坐上去以后 它可以成为一个纪念品 但是 你再把它搞下来 最后可能就会有骄傲 而且 谢谢大家 然后再加班 然后再加班 如果是对纪念品 就不做了 不费的 我们再加班 有点得担心 是这样吗 我们再加班 这架子 再加班 或者是 我先接授 保固 那是 有点 在他 对 我来 再加班 你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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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会发现我包折真的很随意 我就随便你折 因为你包装花束包的多了 你的手会有惯性 所以就是知道该怎么折 那在很多初学者那里 包装花束简直不要太难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折纸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因为包的不够多 所以说 觉得自己花束包的不好的朋友 就是玩命的包 疯狂的练习 最终会找到手和纸之间那种感觉 OK有没有看见 这样的感觉 对吧 然后但是在下面 很丑哦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再一张纸 把它整个的包裹出去 好的 这个苹果就跟吸血鬼一样躺在这 OK下一步 下一步我们刚刚我说这块很丑 对不对 那我们会再来一张纸 它会更长一些 整体的在后方 把它合上 OK 像这样 它的前面包裹起来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规整一些 那刚刚也有说到啊 就是很多 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上我的线上花一课 大家都知道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今年有开大概大半年的线上花一课的群 我有时候会给顾客录 不是顾客 就给学生录一些视频 那我觉得大家会说啊这里看不懂 那里看不懂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看不懂那是非常正常的 你没做呀 就是你也得边坐边看 你才能感受 你才能触摸 你光就这个看 那当然看不懂 这很正常的啊 所以说花艺这种东西 我觉得也是个熟练功 你一定要去认真的去做 还有我的朋友 跟乒乓球一样 然后我要用胶枪固定一下这个球 还有我的学生说啊老师 我觉得你那个寄丝带那个视频 我也看不懂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你不做看不懂是很正常的啊 做了又还看不懂 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我没录好 但是呢你光看一个视频 要去说懂不懂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很难的 任何东西 做手工类型的东西 都不是看了就会了 当你做的时候 都会有另外一番的 体验 OK这个丝带先这样 就像 好的 OK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球 用胶枪先固定一下 好 我固定好了 再给大家看 好了 一个苹果花枝就做好了 它的发夹是用胶枪 粘上去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啊 这个也只是一个圣诞的球 我用丝带 绑在上面打了个蝴蝶结 然后 两只 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 一会儿来个特写 给大家看看 哈喽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云吞 然后我现在在吃 朋友送来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擀面皮 这个是我今天自己用苹果橙子肉桂那些做的热红酒 然后一会儿就要给大家 再次用苹果整个活 成品就在这放着 刚我已经做了一个了 哎 撞到桌子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 再录一个制作过程吧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哎 说到圣诞节就是不停的用苹果做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这上面这一堆是小发夹哦 等会会把它的具体的固定过程给大家录制一下 好 我们来讲一下 作为一个苹果花束 需要哪些材料 首先 苹果是绝对不能少的 然后呢 刚刚也看见有一堆兔耳朵 这是一个发夹 好 今年圣诞节已经快到了 做不了 明年圣诞节继续做啊 这个东西是永恒都会流行的 然后呢 去年 不知道大家看了我的视频没有 我的视频里面有用这个苹果做花束的一个视频 但是是用一根竹签 从下面捧进去的 今年呢 我们就不需要那根竹签了 我们直接用今年流行的方法 这是一张玻璃纸 透明的玻璃纸 然后把苹果放在里面 像这样 我们会用这一张玻璃纸去取代橘签的作用 就是固定它 首先玻璃纸有延长部分的位置 大家注意整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捏紧这个玻璃纸啊 然后我们用到这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褶皱纱 把苹果固定好 还是一样向上向上向上捏到最紧 然后我们再用这样子的拉架带 去整个把它固定住 一样啊 拉高 拉架带固定的位置应该是最靠近苹果根部的 这已经第三根了 到底有没有一根好了 我感觉拉架带这个东西买上几个月你不用它会失效 这个应该是好的 把它固定住 拉紧 OK 再把纱稍微往上扯一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苹果还是摇摇晃晃的对不对 好 第一个就是里面的玻璃纸你要把它往外抽一下 还有就是纸的支撑力还没有达到最强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包装纸 所以它支撑力并没有达到最强 好 我们接着走下一步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包了一层玻璃纸一层 褶皱纱了对吧 然后下一步 这个纸是我最近很喜欢用的一种纸啊 它叫卡芬纸 如果已经开花店的朋友没有用过这种纸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一样同样的啊 继续在外面加 就像包小花束一样继续在外面加 好 当你外层加的纸越来越多 同时你时不时的要注意拉下里面的玻璃纸 你的你的苹果就不会再乱晃了啊 然后这一步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一个拉架带去把它固定住 现在这个苹果呢 就是包了网纱 又包了这外面这一层纸以后 它已经固定住了 那也就是说下面这一堆这一些纸 垂直的这些纸就起到了像竹签一样的作用 所以今年流行用玻璃纸先把苹果包起来以后 然后再在外面包装 这样可以不用弄到那根竹签 因为竹签插进去它还是会晃的 还有很多固定器 什么苹果太空舱 相信做花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今年有很多这样子的物料 但是我个人感觉都不是很好用啊 然后我们把弄好的苹果先放到一边 这些可爱的小东西都放到一边 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了 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去为存真了 我希望能够更真诚更真实的去度过我的明年 就是为我忠诚的粉丝和顾客服务 然后和大家更为真心的互动 减少不必要的无效沟通吧 因为今年的我刚刚也有说到 就是体感上和精神上的体感真的非常快 嗖的下就过去了 我自从开了这家店 我真的就是早上就来 晚上就回 然后就睡觉 就是这样子周而复时 非常快就跟上班一样 我没有觉得难熬 也没有觉得看店很苦 以前往往会觉得看店很苦 现在就不会 如果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 我就录录视频跟大家聊聊天 所以我对我明年2021年的希望 还是一个字吧 就是真 真实的真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 只要它是真实的就行 更真实的去努力 然后希望看视频的每一个人也都一样 当然也希望疫情不要反复 但是如果反复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真实 更勇敢的去面对 那面对很多 无论是想要找我学花艺啊 还是想要自己创业开花店的 因为就是我B站的粉丝 这个群体非常多的朋友 我还是刚刚也有说过 不要去找一万个失败的理由 那是长辈一定会为你做到的 他绝对是老生常谈 但是作为年轻人 没有这方面实践的勇气的话 那你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 如果每天都在谈自己害怕什么 和恐惧什么的话 也会比较举步维艰 希望大家能够从我这个不稳定的个体身上 汲取到更多的勇气 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想要互动的东西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今天就到这里了 可能到新年之前未必会更新视频了 但是我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了 今天视频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今年的关注点赞和一切 然后B站的粉丝 其实年性也还挺好的 大部分也都有我的微信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去到大家的城市 跟大家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这一点对我来讲很重要 我要做真实的朋友 好了 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云吞 然后我现在在吃 朋友送来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擀面皮 这个是我今天自己用 苹果橙子肉桂那些做的热红酒 然后一会儿就要给大家 再次用苹果整个活 陈品哥在这放着 刚我已经做了一个了 哎 撞到桌子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 再录一个制作过程吧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说到圣诞节就是不停地用苹果 做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这上面这一堆是小发夹 等会我会把它的具体的固定过程 给大家录制一下 好 我们来讲一下 做一个苹果花束 如果需要哪些材料 首先苹果是绝对不能少的 然后刚刚也看见有一堆兔耳朵 这是一个发夹 今年圣诞节已经快到了 做不了通了明年圣诞节继续做 这个东西是永恒都会流行的 然后去年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的视频没有 我的视频里面有用苹果做花束的一个视频 但是是用一根竹签从下面捕进去的 今年呢我们就不需要那根竹签了 我们直接用今年流行的方法 这是一张玻璃纸 透明的玻璃纸 然后把苹果放在里面 像这样 我们会用这一张玻璃纸 去取代竹签的作用 就是固定它 首先玻璃纸有延长部分的位置 大家注意整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捏紧这个玻璃纸 然后我们用到这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褶皱纱 把苹果固定好 还是一样向上 向上向上捏到最紧 然后我们再用这样子的拉架带 去整个把它固定住 一样拉高 拉架带固定的位置应该是最靠近苹果根部的 这已经第三根了 到底有没有一根好的 我感觉拉架带这个东西买上几个月你不用 所以虽然是后疫情时代 但是还是值得尝试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 我这个人啊 不是太会考虑就是非常多的因素 因为你要仔细想一想 仔细想一想开始一件事情 你要硬去找借口 也不能说借口吧 就是硬去找失败的理由 至少能找出来 一千个对吧 那就好像你找你自己会突然死亡的原因一样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会先看好的地方 我找合伙人也是一样 先看好的地方 先看共同付出的地方 就是不看那些矛盾点 那随着年龄的进步 就是年龄的进步 年纪越来越大 我现在已经真的不是太会在意 也就是很细节的东西了 就是大体上我们看共同的付出 然后看共同的进步就行 开店也是一样的 最后就聊一聊2020年 我心态上的转变吧 我觉得我今年因为经济原因 然后钱也都投到这个小店里头了 就是我的消费是有在降级的 然后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情 那以往买一些大牌的包包 什么之类的 那个就越来越少了 再降低 但是我也变得更不爱比较了 其实我的个性 一直都不是特别爱攀比 然后我现在就更不爱攀比了 今年的整体的心态就是 珍惜眼前人 然后更真诚的去面对身边人吧 就是虚假的玩闹 那种场面上的朋友 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会有一些 社交也很重要 但是我 我觉得我今年心态变化其实挺大的 可能也是因为到了30岁的原因吧 我觉得 就是真实的苦 真实的开心 真实的喜怒哀乐 对于我来讲比较重要 那我也会更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情况 去做出努力 更加脚踏实地 其实了解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 我这个人还是挺务实的 我本身就是金牛座嘛 然后我给朋友提的建议也是非常一针见血的 但是难免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假想啊 然后有一些助梦啊 然后有一些虚假繁荣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去尾存真了 我希望能够更真诚更真实的去度过我的明年 就是为我忠诚的粉丝和顾客服务 然后和大家更为真心的互动 减少不必要的无效沟通吧 因为今年的我刚刚也有说到 就是体感上和精神上的体感真的非常快 搜得下就过去了 我自从开了这家店 我真的就是早上就来 晚上就回 然后就睡觉 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 非常快就跟上班一样 我没有觉得难熬 也没有觉得看店很苦 以前往往会觉得看店很苦 现在就不会 如果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 我就录录视频跟大家聊聊天 所以我对我明年2021年的希望 还是一个字吧 就是真 真实的真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 只要它是真实的就行 更真实的去努力 然后希望看视频的每一个人也都一样 当然也希望疫情不要反复 但是如果反复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更真实 更勇敢的去面对 那面对很多 无论是想要找我学花艺啊 还是想要自己创业开花店 因为就是我B站的粉丝这个群体非常多的朋友 我还是刚刚也有说过 不要去找一万个失败的理由 那是长辈一定会为你做到的 他绝对是老生常谈 但是作为年轻人没有这方面实践的勇气的话 那你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 如果每天都在谈自己害怕什么和恐惧什么的话 也会比较举步维艰 希望大家能够从我这个不稳定的个体身上 汲取到更多的勇气 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想要互动的东西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今天就到这里了 可能到新年之前未必会更新视频了 但是我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了 今天视频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今年的关注点赞和一切 然后B站的粉丝 其实年性也还挺好的 大部分也都有我的微信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去到大家的城市 跟大家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这一点对我来讲很重要 我要做真实的朋友 好了 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拜拜 就做了这一家小小的signal 然后从装修到开店 大概两个月的过程吧 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就正式一夜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今年的新的方向 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就是很佩服我的勇气 在这个所谓的后疫情年代还敢创业 就是把自己的积蓄投进来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实体店这件事情 它是有必要的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现在很少在网上买衣服了 然后我也更倾向于有时间的时候 然后去光顾朋友的咖啡馆 然后做一个比较 然后现在的咖啡馆是一个比较社群型的店铺 就是好友啊 三五好友经常聚会的这种 离我家也很近 但是地理位置不能算是特别好 不过这种店呢 就是要养一养 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那我这个人不是一个特别听劝的人 而且做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着急 所以说从看好到开店真的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决定吧 一周就决定开业了 然后和我的合伙人 所以就是算是今年也有一个新的方向 明年也会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那朋友还有我的学生都会问到我 说云彤老师你怕不怕 万一亏本 万一疫情反复 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不要做假设 刚刚也说到了 我觉得实体经济永远都是有意义的 它不会被就是线上完全冲垮 而且像这种线上的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社群类的店铺 它会线上线下结合的更紧密一些 为一些比较稳定的粉丝群体去做服务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而且也是我自己的一个 我觉得它比较类似于一个线下的workshop 再加上就是实体 然后能做简单的咖啡和饮品 然后供三五好友聊聊天 这种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没有觉得它会有太大的风险 因为投资真的不会很大 所以虽然是后疫情也时代 但是还是值得尝试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 我这个人不是太会考虑 就是非常多的因素 因为你要仔细想一想 仔细想一想开始一件事情 你要硬去找借口 也不能说借口吧 就是硬去找失败的理由 至少能找出来一千个 对吧 那就好像你找你自己会 突然死亡的原因一样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会先看好的地方 我找合伙人也是一样 先看好的地方 先看共同付出的地方 就是不看那些矛盾点 那随着年龄的进步 就是年龄的进步 年纪越来越大 我现在已经真的不是太会在意 就是很细节的东西了 就是大体上我们看共同的付出 然后看共同的进步就行 开店也是一样的 最后就聊一聊2020年 我心态上的转变吧 我觉得我今年因为经济原因 然后钱也都投到这个小店里头了 就是我的消费是有在降级的 然后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情 那以往买一些大牌的包包 什么之类的那个就越来越少了 在降低 但是我也变得更不爱比较了 那其实我的个性 一直都不是特别爱攀比 然后我现在就更不爱攀比了 今年的整体的心态就是 珍惜眼前人 然后更真诚的去面对身边人吧 就是虚假的玩闹 那种场面上的朋友 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会有一些 社交也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心态变化其实挺大的 可能也是因为到了30岁的原因吧 我觉得就是真实的苦 真实的开心 真实的喜怒哀乐 对于我来讲比较重要 那我也会更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情况 去做出努力更加脚踏实地 其实了解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 我这个人还是挺务实的 我本身就是金牛座嘛 然后我给朋友提的建议 也是非常一针见血的 但是难免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假想啊 然后有一些祝梦啊 然后有一些虚假繁荣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去尾存真了 我希望能够更真诚更真实的 去度过我的明年 就是为我忠诚的粉丝和顾客服务 然后和大家更为真心的互动 减少不必要的无效沟通吧 因为开店成功吧 这么跟你说 因为我说了自学没有标准 你的标准来源于你自己 你还是需要一个在行业里 有很多年经验的人去告诉你 怎么样是合适的 怎么样对你是合适的 其实不分好坏 所以完全就很多很多 必须的小伙伴向我发问 就是我自学能不能开店 这个问题我给的答案绝对是no 至于是为什么 看看我以前的视频 看看我上个视频 我都有专门说到 然后如果你要选择找肖老师 就是我本人来学习的话 那我建议你先加我的微信 然后了解我一段时间 因为我这个人还是话落 朋友圈也发的较轻 了解我以后再说 我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经常录一些视频 我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会经常录一些视频 当然如果钢筋特别多的话 也会消磨我的意志 因为这完全是用爱发电 用爱在发电 懂吗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保持对行业的好奇心 然后提升自己的认知 保持热爱 但是我昨天也有说 就是在我的朋友圈 有po一条就是 热爱这件事情 不适合娇弱者 热爱这件事情 适合战士 我今天从早速化 做到晚上 一秒钟都没有停歇过 只吃了一口饭 热爱适合战士 花衣也是服务行业 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一见三连 拜拜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云吞 然后今天已经是12月26号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 2020年过得非常快 然后圣诞节也没有什么 圣诞气息就这么平 平稳的度过了 然后离2021年 只有不到几天了 所以呢 我也录一个视频 做做我的年终总结吧 今年因为疫情的情况 上半年我的工作 基本上是停滞状态的 但是我也因祸得福 就是建了几个群 做线上花艺的教学 然后认识了很多 全国各地的朋友 主要的来源呢 都是B站 然后我有放我的二维码嘛 所以说很多人加我 然后我觉得交友 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 因为每个人的烦恼啊 每个人的状态啊 每个人的情况啊 就是都不一样 然后在学习和聊天 和互动的过程中 真的可以让自己也变得 逐渐丰满起来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 我非常喜欢交朋友 然后B站的年龄层 可能会整体偏低一些 但是大家都是非常开朗 而且是真的很热爱花艺 所以我觉得今年上半年 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见了几个花艺学习的线上群 真的是认识了很多朋友 但是呢 下半年因为开了新店 所以我现在没有时间 再在线上收课了 明年过年之后 也许我会继续收课 有很多人会私信我说 为什么不开了 为什么不继续上课了 因为下半年真的比较忙一些 所以说 也许明年会有 所以大家持续关注着 这个是我今年上半年 最大的收获 然后年终的时候 其实应该不能说是年终的时候 基本上三八妇女节 然后五二零 然后情人节是完全没有赶上的 然后往后走的几个节日 包括教师节 七夕一般 就是这几个节日呢 花艺在逐渐的复苏 其实还是有比较向好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它也有一定的变化 就是顾客的订单从 就价位在降低 就是它有 它的整体预算在降低 所以利润是在降低的 除非你能够把你的客单的数量提升起来 可能还能好做一些 所以整体来讲 今年的花艺的情况 就是非常一般 没有特别大的突破 也没有往年那么的热络 就是很普通很普通 然后下半年 其实从夏天开始呢 我就有跟我的朋友一起在 家附近看店 因为我想做一家小咖啡 然后可能会加上服装 花艺这些 然后因为入冬以后 花艺也不能算是旺季嘛 那明年春天的时候 可以把花艺课程 还有很多东西带起来 所以说先找好店铺 做好准备 然后就有了一个新的创业方向 然后我就把我的精力 从家居店冲出来了以后 三四五六七八县啊 然后县城啊 然后乡村的一些 想要开花店的学生 放到一起上课 还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包括这个客户群体 也是有差异的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不对 你在北京开花店 和你在某一个城市的 三四县的县城和村里 去做这个事情 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 那你的客户群不一样的 产品线不一样 你面对顾客的话术不一样 然后你的报价也不一样 然后各种各种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种其实是我个人感觉是一对一私教的一个优势 当然这个话题其实对于我来讲是比较敏感 我觉得我也不想说太多 但是就是我的一个看法吧 那其实刚刚说到那个问题就是一个差异性的问题 因为点对点的一对一的私教可以跟你更好的去聊这个话题 我有很多时间都是在跟学生的聊天中度过的 我要了解一下你的想法 然后你的城市 如果就是我也可以去到你那个城市啊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后续在说的 因为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很多话语学家和话语老师来讲 服务和教学应该是延续型的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不是说上完这个课 我只是希望你不停 我只是有客服不停的劝你 不停的来报课升级 也不是这样子 我当然希望你不要不停的来 我希望你回去以后 有自己的学习和自己的方法论 能够自学和进步 我在线上辅助你也好 还是去到你的城市帮助你也罢 就是我希望这个事情不用这样 不停的来来回回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就是个人看法 对吧 我再说一遍 我的B站频道 我的视频 我想说什么说什么 我表达我自己 尊重我的表达 然后你是怎么想的 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不用杠来杠去的 我其实 我其实今天视频更新的很少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讨厌杠近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最正确的方式就是 你表达你的 我尊重你的表达 但你也得尊重我有我的看法 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吧 个人频道嘛 各书几件 OK 继续说 那我觉得其实 就是很多学生 很多朋友啊 会问我 拿花语学校好 拿花语学校差 就希望我能给他们 几条明确的路和一个明确的路